兄弟们 假如你妈成了你的班主任 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哇咖 你上课哥那发什么呆呢 给我去教室外面站着去 好家伙 听见眼睛光盯着我 这分别就是杀鸡给猴看嘛 哎呦 上数学课真的是太无聊了 还好下节是体育课 我是个打篮球 还不踢足球呢 来 黑板这道题谁想上讲台解答一下 没人的话 我看你上来吧 又喊我 怎么每次没人都喊我 哎小子 这题昨晚好像我妈讲过 但是我倒是压根没仔细听啊 妈 老师啊 这题我也不会啊 平时上课不好好听讲 能会就有鬼了 下节体育课你别去了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哎 太难了 同学们都在上体育课 听啥就我在办公室啊嘛 好了好了 少上一节体育课能咋地啊 你来 我问问你啊 咱们班小虎和小美他俩最近是不是搞对象了 我不知道啊 有吗 我就知道 就你这人缘 人家也不可能告诉你 哎 我人缘怎么了 班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 是吗 那我刚刚说的那俩人 哎 那俩人早就分了好吧 哦 分了是吧 那咱班题委是不是和学委 妈 你这都是什么小道消息啊 咱们班题委是和八班的学委在一起了 哦 当那我知道了 你先等会儿啊 喂 王老师啊 没错没错 你猜对了 你们班学委确实是和我们班题委 好家伙 我说他最近这么成绩下滑了 话说刘老师 这消息靠谱 嗯 我儿子说的肯定靠谱 哦小伙 我怎么突然变成打小报告的啦 感谢了 兄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 得了 你可最后还是没赶上 哎 为什么班主任会是我妈呀 王阿康 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有个当班主任的妈妈多好啊 你是有不会的问题还可以直接问呢 有不会的问题 妈 这到底我不会 给我看看 哎 好家伙 这不都是我上课讲过的吗 你小子上课是一点都没听啊 哎 这不是想着回来你可以单独辅导我吗 我忙都要忙死了 还给你单独辅导 你给我回屋自己研究 做不出来不许吃晚饭 哎 等你有个当班主任的妈你就知道了 好传小子 一等放学你有啥事吗 要不咱们一起散步回家呀 散步 我记得你家和我家不顺路吧 哎 没关系啊 作为你同桌 我当然要负责把你安全送回家呀 嗨 瓦卡 你小底生 干嘛 我正跟我同桌交流感情呢 莫非你是嫉妒我跟小子感情好 啊 你是不是有病呀 瓦卡 你要不要看看超外站的是谁 超外 还能有谁 超人吗 我哪个道 我妈怎么在外边呀 完蛋了 完蛋了 我来 瓦卡 你给我出来一下 说说吧 你是不是对咱班小子有意思 哎 怎么可能呢 妈 我是在跟她请教问题 我告诉你 人家可是咱班成绩第一 你少在那天天打扰小子学习 哎 不会的 妈 我就是想让她辅导我学习 哦 喜欢让人辅导你学习 是吧 那明天我给你准备个惊喜 啥惊喜啊 妈 透露下呗 哎呀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 啥 故家伙 居然给我调座位了 这座位连小子也太远了吧 瓦卡同学 老师说了 以后就由我来负责辅导你学习 真是太谢谢你了 有个当班主任的妈妈 真好 恩光 在哪里